现在的恋宗居然用上玄学了 网飞全新接吻恋恋宗中 四名日本女演员与四名韩国男演员 要一对一组成吻戏搭档 而配队前 每个人都得公开自己的具体生辰 由命理师安排各个搭档 结果看到男三太君的信息 大师直言 你杰金氏怎么在那里 完全是女人的 哈哈哈哈 而前一天的她 正好被选中了和女儿公跑 合拍了第一场激情之吻 与她一路稳到了床上 没打到这时吗 哦 哦 而拍完很细后 单身四年的她 当场就不行了 而大姐姐最终选择 她和她表白后 更是直接忍不住上嘴了 而女仪立续当初 配队前就被提问 但她和男四风回 被命理师选为理想的吻戏搭档后 一场吻戏让她对她动了心 甚至结束拍摄后 她都忍不住想要亲亲她 而大结局的最终抉择 她和她都承认了对彼此动心 也默契认同了一国恋的不现实 所以在离别的机场上 最后一吻她越吻越近 所以你相信英文升起吗